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金融市场开始出现了一个新的担忧 就对于强势的美元 以及呢 这个升不停的 美国的长天期的公债殖利率 也就是它价格的崩跌这件事情呢 有极大的隐忧 所以我们看到台北股市也被波及 然后开低走低 最后收盘的时候下跌了102点 收盘指数16464点 跌幅0.62% 那么成交金额2614亿元 OTC呢也下跌了1.11点 收盘指数是214.75点 跌幅0.51% 其实昨天不是只有台北股市 昨天在亚洲股市当中 只要有开盘的 几乎都是跌的 然后呢欧洲股市也是跌 然后同时呢美国股市 今天凌晨跌幅也超过一个百分点 道琼正式的 由红转黑 就是从今年的全年上涨 转为下跌 当然纳斯达克今年的涨幅还是相当的大 没错 所以要如何的来看待全球金融市场 对台北股市产生的影响 好 风云长 大家早 基本上从金融市场的一个角度去做观察 我们之前有跟大家特别讲过 就是专门有一天跟大家提到 就是这个殖利率倒挂 跟这个十年期公债殖利率的一个问题 那要怎么去做观察 那基本上 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讲过 美国的十年期公债殖利率 它是金融市场的无风险定锚 也就是不用讲的那么难 因为如果是用这个投资学去做一个计算 大家可以知道就是说 它是为什么 因为它有一个资产资本定价理论 那这个是这个CAPM的模型 但我们就不要想那么多 我们就直接想说 机会成本的概念 无风险十年期是现在最新是已经来到 将近快百分之四点八 那我们上个礼拜才跟大家讲 复习啊 今天年初我就跟大家讲过 就是大概百分之五到百分之五点五 那所以其实 一眨眼 一个礼拜 快要接近了 很快 好那 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的这个机会成本 就是当要选择债券市场 跟股票市场投资的时候 如果 因为股票市场 它必定就是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投资 所以如果它是利用 这个时间期公债去进行一个比较的话 那你的报酬率 势必要去超过 这个公债市场的殖利率 那现在 百分之四点八 那股票市场 至少要超过百分之四点八 你才愿意投入 那超过多少 这个就叫做风险议筹嘛 就风险议价 那大概会是多少个BP 一般过去以 美国股市来看的话 以华尔街他们大概会是 十年级公债就是明目利率 再加上 1.35%到 1.5% 当成是股票市场的合理报酬 所以如果以百分之五的 美国十年级公债的话 那么我们可能就会假设 我投资股市至少合理报酬 是百分之六点三五 到百分之六点五之间 对不对 没错没错 我至少有这个获利 我才愿意去投资 没错 对 所以其实 大家就要去评估一下 那到底为什么 我们会跟大家讲说 当十年期公债值利率 也就是明目利率 在往上推升的时候 会带动 金融市场的价格的修正 原因就是因为 你的定毛 已经开始出现变动的时候 你的资产价格就一定会跟着修正 那过去我们特别跟大家讲 这个明目利率在做波动的时候 当你的这个存续期间 就是你的资产时间 存续期间越久的 你的资产价格 波动的程度就会越大 包含什么 二十年期的债券 你看最近的价格 三十年期的债券 我上个礼拜不是有跟大家分享说 我去这个银行去询价 那个美国国债 我大概就有看到一档 它大概是三十年期的债券 大家知道它现在的市场上报价是多少 我当时候看 它的市场报价是五十六 票面它发行的时候是一百块 票面一百 可是它只卖五十六元 对它现在在市场上交易 就是人家只愿意出五十六块去买 那当年买三十年期公债的那些人 真是惨呆了 对啊不过之前这个在三十年 在发行的当下 因为它是低利率的环境 所以其实它的这个给的票面利率 其实也很低 对 那所以你就知道 为什么最近我们看到在长天期的债券 不管是在实体的债券 或者是在ETF的商品 它的跌幅会这么惨重 原因是因为我去看的结果是 真的它就是腰斩 那所以其实联动到整个台北股市 你会发现到说 以现在目前台北股市的基本条件 它的大环境是什么 股息殖利率 就是长期投资台北股市 它的目前的报酬率是3.5% 好3.5 那相对应的点数是在16400点左右 那如果这个 因为股票市场它是以企业为主 企业是永不到期的资产嘛 好那假设我们硬要给它一个期限的话 我们就以台积电为主 台积电至少是37年 就是30年以上 那30年以上 现在目前的这个美国的 债券殖利率是多少呢 也将近快5%了 4.9% 对也快5%了 那以现在目前看起来 那我是不是 如果是以永不到期 我干脆去买一个 每一年会给你配息 将近快5% 然后到期又还你本金的这个市场 也比买台北股市还好 这个就是市场上资金选择的逻辑嘛 这个是一个大环境的一个改变 所以我们之前才会跟大家讲说 当这个明目利率在进行修正的时候 一定会引动 资产价格的改变 尤其是长端的 你说黄金贵金属这种 最近不是也是跌跌不修吗 那慢慢的它就会开始往 越来越短期的资产修正 只是因为长端 大家因为比如黄金之前 大家因为避险的心 所以一直不断的追价 让它价格称在高档没有跌 那现在一开始进行补跌的时候 就很麻烦 股票上也是如此 尤其是我比较担心的是 科技类股的表现 因为科技类股是 过去这一年多以来 其实市场上资金长期集中的一个 这个产业类别 所以它高估的情况会非常的严重 所以其实在整个修正过程 大家要先知道 这个美国十年级贡材质利率 在上涨的过程当中 我们是处于这样的一个环境 它给了金融市场重新的定价 没错 而这个重新定价 对于所有的 这个把价格定得太高的 这一些产品都产生影响 没错那就是不要说一定会跌到 至少要把报酬率修正回到 至少要跟债券市场的水平是一样 也就是说如果现在目前台股 是3.5% 那我的报酬率要如何提升到 5%以上 那当然就是伴随的一定是指数的下跌 对不对 价格价格要往下修正 报酬率才增长 就是企业就特别会赚钱 然后呢成长50%以上 获利成长50%以上 那我们也知道那困难度很高 很高很高 所以短期之内就可能会有 这方面的估值修正 没错 所以其实大家就要特别小心 那这个是大环境 我们先一开始先跟大家知道说 我们现在所处的投资环境是这样 那我们再回过头来再看台北股市的 一个短期的技术面的一个变化 那台北股市在礼拜一的时候 出现了一根长红K棒 我当时候觉得 哎还不错 这个长红K棒已经把我们之前 比较担心的这个空方缺口 进行了封闭 那封闭完了之后 又收在最高点 那当天还带着突破的量 它是突破月均量 我当时候觉得 哎不错 似乎有一个这个 这个破线翻的机会 对 好那 可是呢没想到 哎照理来说 我们技术分析角度来看 收在当天的最高点 或相对高点 其实隔天一定 一定是开高 结果没想到隔天开低 这个其实就是 很危险的一个讯号 就是说当过去我发现有这个 比如说之前我们有跟大家讲 就是大概在9月 9月初的时候 应该是9月10 9月14号那一天 礼拜五我记得 就是9月14号那一天 也拉了一个长红K棒 但最后还是被跌破 那这一次的这个长红K棒 哎是不是很有可能被关 因为以昨天晚上 美国股市的一个交易状况来说 今天这根长红K棒 被跌破的可能性就很高 所以其实从短期来看 压力没有涨上之前 我们这个波段都还是持续看跌幅满足 都还是持续看跌幅满足 跌幅满足的满足点在哪里 就是5月17号的起长点 5月17号的起长点 它有点低 不过我想其实按照现在 目前的一个状况来观察起来 可能这里的低点 都只是最基本的一个消费 把过去的这个AI的泡沫 给进行一个修正 那这个是 第一个是季线的反压 那大概就是在16800点在附近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已经是波段的反压区 这个反压没有带量站上之前 台北股市的这个多方的机会 是比较渺茫一点点 那另外呢就是压力区短期的部分 我们就先看这个16800了 那另外在成交量的部分 我们还是期望 就是说成交量它必须要有一个多方的形态 什么叫多方形态 就是量增价涨 就是当你在台北股市在往上涨的过程当中 这个成交量要跟着微幅度的推升 你不能说像最近 一根量一出来之后 隔天马上量就缩得很小 然后比月均量还小 这个就没有续航力道 所以其实在看到带量长虹K棒的同时 要先不要急着进场去进行追加 先看隔天 它的量能不能够跟上来 那量没有办法跟上来 而结构也出现了完全的改变 哇那这个长虹K棒其实基本上跌破的可能性就很高 所以其实最终回过头啊 你还是要去看隔天 它的量价表现跟当下 跟前一天长虹K棒的那个上涨推升的结构 到底有没有雷同 如果是完全不一样 或者是根本就是 推升长虹K棒的结构 比如说已经这个礼拜一好了 然后就是它的长虹K棒推升的就是电子股 然后传产跟金融弱的不得了 对其实礼拜一最大的结构的问题就是金融很弱 没错 那用很多的利多 等一下我们结构没有跟大家讲 这个利多其实我觉得也是蛮好玩的 那这个结构隔天有没有续墙 就昨天有没有续墙 昨天一开盘 礼拜一大家非常看好AI反弹的这些个股 龙头的产业的龙头股 全都转弱 而且跌幅都是至少把前一天的长虹K棒吃掉一半以上 对 那这个其实就不正常 所以其实大家就要有特别的这个警戒心 那这个是从技术面来观察 那所以其实在这个外资的动态部分要特别留意 因为新台币已经贬出新高度了 这个大家特别留意 贬到了七年来的新低 没错 32.3 对 而且坦白说我还真的很难去评估它到底还要贬到多少 因为现在强势的美元这件事情会什么时候止住 大家不知道 去年的强势美元重点是放在欧元跟英镑 今年的强势美元主要是在亚洲 我想其实这个是一个轮流的一个效应 就是说发达 它是针对发达国家的贬 如果你看美元指数 那就要看发达国家的汇率 那所以回过头我们还是看 新台币会不会继续贬就是两个观念 第一个刚刚凤一姐提到就是美元会不会续强 那美元以这一波的走势来看 至少挑战就是去年高点 这是最基本的消费 那之后 还有没有再机会再往上走强势的一个格局 那要看整个美国财政部 或者是在美国政府的一些结构 你说的是美元指数 对美元 如果要突破去年的高点 就突破114 没错 那所以其实距离现在大概还有7点 还有7点 那另外一个就是日元 然后亚币的部分 7点是7% 对 所以这个刚刚好的 所以其实这个日元的部分 就是我们之前强调的关键 因为本来是说日本央行的决策 会不会有出现一些调整 结果没想到最近的这个直电河南 又出现了一些反复 所以日元继续接近150块 那当然台币贬势就会不止 好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 其实150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没错 对日元对台币都是 没错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来再看结构性的一些问题 欢迎大家回到 980问台财经起床 好 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鑫 在我们现场的是资深分析师 欧伟杰也非常欢迎 YouTube的朋友们 一起来收看直播 好刚刚韦伟杰为大家先分析的 就是国际大的一个金融面当中 最重要的是重新定价 如果当所谓的无风险定价的那一个指标 美国十年期空在指令来到接近5%的时候 全世界的金融报酬率都必须要重新去估算 估算我现在应该价格定在多少 否则的话我的报酬率连去投资 债券都不够的话 那我的机会成本其实是很高的 所以这件事情对全球金融市场都有影响 而技术面上面来看的话 礼拜一有一点点像是片线的味道 没错 那要注意那个压力 那刚刚韦杰说跌幅满足点不一定会到 但是要注意他的跌幅满足点 是5月17号的起涨点 那大家自己去查5月17号的那个位置点 我觉得我不想要公开的说这件事情 第三个部分就是外资的动态 那当然跟新台币的汇率 美元的墙是有很大的关系 今年的美元墙 你知道同样的美元指数 其实每一个货币的位置点不一定一样 去年114的时候新台币还是很强 美元指数114的 因为它是对欧元墙对英镑墙 可是今年你看它只有来到107 新台币已经跌破了7年的低点 所以今年主要是亚洲货币弱 这个是我们很大的一个大环境的变化 对所以其实在这个结构上面 大家还是要特别小心 就是说从这个美国的债券市场 我们刚刚在休息的时候特别聊到 就是说当美国的债券殖利率 一直不断的往上攀升的时候 其实一定会引起很多机构法人 想要去这个做承接的意愿 那之前不到4%就已经有人进场抄底 那不用讲未来如果是超过5% 那铁定是把股票市场所有的 大部分的这个部位去进行一个调整 调整完了之后 全部去买债券市场的一个报酬 所以其实就会变成是一个 气股转债的一个环境 好那所以其实呢 这个我不晓得在这边先做个这个 街边调查 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里面 有没有人看过那个债券报价是低于100的 债券报价低于100 如果有的话 你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区打加1 我就知道说大概知不知道 好那这个是一个调查 等一下我们之后看完之后 我们下个礼拜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那另外就是说 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这个台北股市的结构 因为我想其实大环境知道之后 还是要看一下对台北股市有什么样的影响 好那我想其实 我们刚刚已经有先跟大家大概讲一下 礼拜一的结构其实就是独拉电子 那放弃掉的就是传产跟金融 那金融的弱势我们在 之前已经有跟大家做一个专张讨论 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特别讲一下 就是说在传统产业的部分 最近的油价上涨会让很多市场的资金 会觉得说是不是硕化类股有机会 但我还是跟大家讲 基本上这个还是看一下 需求的一个回温 那我们主要分三个产业 第一个是航运第二个是钢铁第三个是硕化 那航运股的部分其实在昨天之后 很明显的出现了一些转弱的一个发展 那钢铁股呢我们还是要特别看一下这个需求转弱 那这个上个礼拜五 这个中刚的董事长的内部人的这一封公开信 其实大家要特别留意 就是说降价也无效 这个其实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 代表市场上的需求非常的低迷 OK 对但是最近我们又看到 塑化类股 台塑集团第三季有机会 这个获利有机会再回温嘛 对不对 但是如果去看了这个市场上的 这些相关的塑化产品的这个报价 我认为这个报价没有回温的现象 所以其实它会变成是 中国的塑化产品报价 跟国际产品报价是出现有落差的 中国的塑化产品的报价 是相对比较强 可是国际的报价并没有出现 大幅度回升的一个状况 为什么会这样子 这个就代表 其实我们如果单就很简单去看 其实我们的传统产业钢铁跟塑化 其实大部分的这个需求 需求的状况还是来自于中国大欧的这个需求 当中国大的需求没有多到会外溢出来 影响到国际报价的时候 它国际报价不会动 所以简单来说 中国到内部生产的钢铁跟塑化的产品项 就足以满足他们现在所有的需求的话 那自然而然就是只有他们国内的报价在涨 因为他们不需要去额外采购 更多的原物料品项来去满足他们需求 而国际上卖不进去 没错 所以其实这个就是 那对我们来讲影响就大 因为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只靠国内市场 没错 那所以其实对于利差空间来讲 它就会缩小 所以再加上最近新台币的这个贬值 让这些公司就是传统产品 不管是中钢还是台数的极限 他们的对原物料的采购能力是下降 所以他们对他们来说 原物料成本是会快速度的增加 所以即便油价的大幅度的上涨 有可能会带动产品的报价上扬 但是他们的采购成本也在大幅度的增加 更何况需求现在是非常的疲弱 能不能够把这个上扬的成本转嫁到市场 现在是看不到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从这个最近的几个新闻 不管是在中钢 还有另外就是在国际航运的这个 这个预估上面 其实都相对比较偏弱 所以你看到新兴啊 这个9月15号的多方缺口 已经快要被封闭掉了 那月线的支撑转被跌破掉 那就看一下多方的缺口 最后一道防线 慧阳KY9月14号的多方缺口 看一下 那长龙的部分 就是回撤月线 那9月15号长龙第一点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 能不能够撑得住 那钢铁我就直接看中钢 就是9月27号那一部信 大家如果有机会 还是可以稍微去看一下那个内容 他讲的其实非常的悲观 那已经跌破25块的整数关卡 昨天已经跌破了 那另外呢就是说 他跌破了去年10月的低点 各位台北股市还没 连接近那个低点都还没有 可是已经有传统产业的龙头 股价已经跌破去年10月的低点 而如果你把长期的这个线图抓出来看 以月线的角度去做观察的话 他是已经跌破了10年线 那有可能会去开始慢慢的回测到疫情低点的可能性 这个是真的很恐怖的一件事情 另外台硕集团 大家帮大家掌握一下 就是台硕跌破10年线之外 也把20年的上升轨道也给跌破了 那也快要跌破去年的低点 台化跌破去年的低点 收盘价是有破疫情的这个低点的 那同样也是跌破20年来的上升轨道线的 那南亚跟台硕的话都是一样 基本上快要跌破去年的低点 另外这几家公司都已经跌破了 这个20年的上升轨道线 这上升轨道线的跌破 其实最重要的反应是 全球供应链在重新调整的过程 重新再调整的过程 所以这些都是属于基础需求的传统产业 而且都是都是台湾的龙头公司 现在都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它是代表的全球经济复苏上面的一个 疑虑 疑虑 不管中刚台座化或者是刚提到的航运 长龙会洋这些都是 对航运还相对强一点点在短期 不过还是一样 就是说当你的国际贸易的状况 是在往下走的时候 其实对航运类股 就算运价在涨也涨不到哪里去 回不到过去的龙景 那对照10月2号 我们公布出来的这个国内制造业的PMI 原物料的这个产业类别 它从上个月的46.3 继续大幅度的下滑来到了42.9 所以你去对照一下这个 重新产业的这个看法 你就会发现说 其实市场上的这个有效需求 其实真的是在不断的衰退当中 好 不会很快的让大家知道一下 电子跟 其实金融我也很想要知道 因为这种美债 它的殖利率往上升 价格往下跌 其实要小心的是金融业 没错没错 那金融就是 大家还是 我不太琢磨太多 因为其实这个 最近这个金管会一直 不断在公布这个金融业的 这个获利的这个状况 今天早上我有看到一则 但是我在上个礼拜也有跟大家讲过 就是现在目前它在帐上的这个 债券市场的这个相关的投资 它是隐藏在 就是你在净值跟EPS状况 你是看到影响性会很小 但是它会影响 长期会影响到的是股东权益的项目 股东权益就是持有的股票的这些投资人 可能未来在配息的部分 明显发现可能它 大幅都有缩水啊 或者是它根本就没有配息 可能在未来的三到五年 会陆陆续续有这样的一个现象 这是这一波这个债券市场屠杀之后 可能会对金融股造成影响 也许它的股价会因为这样子 而有一些这个 这个 调整的过程 所以其实这个大家都还 这个要特别小心一下下 好那电子 好电子的部分我们一样用PMI来看 它是有回温的状况从43.2回升到48.2 尤其是在这个 新增订单的部分是有大幅度的增加 但是在生产跟雇员 还有它在客户的库存 其实都没有明显的有增加的态势 所以代表其实现在就算订单来了 对于厂商来说 它仍然是认为是不太明朗的一个事况的 那以台积电来看 所以它比它的订单指数上涨 比较像是一个集单的效应 没错没错 那这个是中国大陆可能 maybe出现的状况 听说中心在要我们的晶片 好那台积电这个破年线之后的一个反弹 那其实在上个礼拜传出这个什么散热的问题 其实在当下就已经有人说 这个就是饥渴问题不是台积电 所以台积电在拉台的时候 用台积电的这个散 不是出在它的晶片的问题 这个事情其实就是很奇怪 因为这个已经过去的力多 苹果是说它的作业系统也不承认是饥渴的问题 对好反正anyway就是代表说 这个台积电能不能够再转强 我们先看一下8月21跟9月11的低点连线的反压 能够站上台积电才有转强的机会 那其实AI股就看NVIDIA 那广达是国内AI概念股最强的 当广达没有办法继续强的时候 其实AI概念股要反弹的空间 就会越来越小 好所以有一个大环境 然后有一些个别产业的结构性问题 我们要非常谢谢欧伟杰为大家的分析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八点钟节目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镶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View 感谢观看